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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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胡思郭公司 然後以下是我 Summary Report 那我主要就是有將 就是我所學到的東西分成前中後期 三個階段 然後去... 所以前期的地方就主要老師 主要先講解就是 Simulation的意義和重要性是什麼 然後讓我了解到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學 Simulation 然後就是因為就是在... 當問題越來越複雜的時候 Simulation可以幫助我們快速的解出 就是估計解 然後老師也透過 接下來就透過兩個例子 然後帶領我們進入就是 simulation 然後透過 simulation 的方式 然後我們透過這兩個例子 告訴我們就是 simulation 的概念是什麼 再來老師也用... 用中央... 利用 simulation 來證明中央極限定理 然後其中老師也對... 也做了觀念理清的部分 又告訴我就是說原來就是... 中央極限定理是指標準化後的 樣本必須輸入符合 就是...常態 那在中期的地方主要是... 那在中期的地方主要是... 教我們如何使用 就是 tracing 那老師主要有分三個部分 有 input 和 model 還有 output 的部分 那首先在 input 我就學到... 就是裡面的 object 的功能有哪一些 然後還有如何利用 global table 去輸入 或者是存取一些值 再來在 model 的地方就是... 比如說利用 object 中... 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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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 object 中... 使用那些它的觸發... 觸發...觸發事件 然後再用觸發事件裡面 去輸入... 利用 Leon Placing 的 function 然後去寫一些程式 那在 output 的地方 可以利用... 可以利用 dashboard 或者是 experiment 的方式 然後去... 得出一些... 得出一些... 特量的值 那最後在後期的部分 主要是針對 Flacing 的延伸去進行介紹 首先第一點是 common random number 老師利用就是... 兩個例子 然後... 告訴我們就是 common random 的重要性 就是去看... 看說... blood variables 是否會影響實驗者設計 再來是如何... 可以利用 user comment 去... 去寫 sub program 因為我本身就是有... 有寫程式的背景 所以我知道這個... 這個的重要性 就是... 利用 sub program 的話 可以幫助我們就是... 讓程式看起來不會那麼複雜 也可以... 讓我們對於 debug 的時候 比較... 比較方便 再來還有就是... GUI 的部分 就是我們可以... 自己創造... 放...自己寫內容 然後創造一個物件 可以...就是... 就是... 讓我了解到就是... 原來 Face 裡面就是功能... 原來布置就是... 只有拉... 拉一些 layout 而已 就是裡面還有很多的功能 就是我們應該... 就讓我... 讓我有... 動機之後去學習一些... Facing之後的功能有哪一些... 再來是... 課堂中的體悟... 就是老師有講說... 理論和... 應用的部分... 因為老... 因為我本身認為就是應用... 任何事情都應該要和應用做結合... 可是老師... 經過老師的講解以後我才了解到原來就是... 就是... 就是以理論為基礎 所以我認為就是... 應該要學好理論才可以就是... 學好理論以後就可以應用到各個... 各個世紀的... 例子中 這跟以前的想法... 差異最大 嗯... 對 因為我以前都認為說... 什麼東西都要和... 你們認為理論就不是應用 所以應用就不是理論 對 二分法 嗯... 結果現在發現理論就是最大的應用 對 你確實相信這樣子嗎 嗯... 對 然後再來是... 老師教我們就是用... 用統計思維的方式去思考 就是要用全局的方式... 去思考問題 然後去看彼此之間是否合理 然後... 老師也希望讓我們之後... 進而去... 學會如何... 如何... 要如何自學 然後再來就是... 裡面有個作為就是說... DOE是什麼 然後我們一開始就只是... 想到就是實驗設計 但事實上DOE就是有很多的意思 所以... 在這次的作業讓我了解到就是... 我們不應該以自我主觀的想法去認定一件事 應該是要從多方面去思考... 思考多個面向 然後再將問... 在看我們所... 要看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將問題慢慢... 有大有效 慢慢收斂問題 所以這... 然後最後我寫一個結論就是... 老師我們... 對於我們學生的用心有哪一些 那第一點就是... 老師希望我們就是用... Excel或者是... Base in 來撰寫模擬的程式 然後再來老師也... 老師為了要讓理論口可好笑話也... 用了許多的方式 像是就是歌曲的教學 讓我們輕通的記住重點 然後他每張開頭也使用問答來開始 讓我們... 讓我們就是一開始就先行思 然後讓我們產生好奇心 然後再來他也... 不是一開始就直接講說... 他的公式或者是內容是什麼 而是從有序的例子開始... 然後讓我們產生興趣 再來就是他們... 他有利用一系列的流程圖 幫助我們就是... 可以有系統寫螢幕瀏覽的程式 就是他... 目前我們到底學到的地方在哪裡 然後之後我們假如要複習的話 我們也可以比較快 然後最後再來第三點 就是老師在課堂結束後也會發Q&A 然後告訴我們就是... 看我們... 看我們觀察我們就是學生的... 吸收情況是什麼 然後對於就是學生的Q&A 老師也是有文必達 然後透... 再來第四點就是透過小數 溯溝通考的話 老師來集中...集中學生的注意力 然後同時透過小考也可以加深 就是... 題...也可以加深就是... 題...裡面內容的...問題 對於... 考題裡面內容的印象 然後最後一點就是老師也閉持了 就是公共的精神就是持續改善 對於講義的內容就是也是不斷的更新 那這是我的內容,謝謝大家 老師同學大家好,我是林建文 我想先放一張就是老師之前上課用的圖 那我覺得這張圖它畫得很好 因為它大致涵蓋了系統模擬 所包含的主要的內容 包括Input Analysis Modeling還有Output Analysis 然後因為老師上課講的真的非常多 所以我就講幾個 我覺得比較有趣 然後印象比較深刻的 那第一個就是Render Numbers 然後比較重要的就是Common Render Numbers 因為它就是在你比較不同的系統的時候 你要去從不同的系統的亂數 你要取自同一組亂數這樣子 你才可以消除亂數對結果的影響 然後再來是Input Modeling 然後老師上課也教我們了 教我們要怎麼去檢測 Data 是屬於哪一種機率分配 然後我們也教了我們四種方法 第一種就是脂肪圖 就是透過圖形 然後我們可以大致看出Data的機率分配 然後去比較它比較可能是屬於哪一種分配 然後第二種就是去比對它的前世界洞察 然後只要全世界洞察相同的話 我們就可以大致上說它是哪一種分配 然後第三種就是透過R 然後去進行卡方檢定、KS檢定 然後可以直接去檢定它是服從哪一種分配 然後第四種就是Probability Plus for Normal 就是可以用圖形的方式去比較Data 跟Normal 服從的程度 然後再來就是Flexing的小技巧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 第一個是Subprogram 就是可以重複教書已經設計好的Function 然後第二個就是GUI跟ResetROM 然後這個優點就是可以看到 可以觀察到Global Table中的數據的update 然後第二個優點就是可以比較好 比較容易設定Won-up time 然後再來Output Analysis部分 我們學到在系統達到Stady-State之前的那些Data 我們都比較沒有參考意義 所以我們要判斷系統什麼時候會到達Stady-State 像不像 提衝像 並不是沒有意義 如果你要分析的 你的Goal是要分析Stady-State的 那當然你要把Trending再分析掉 可是有的系統 它從頭到尾都不會有Stady-State 所以你可能要分析就是在Trending 這時候你的目的是Trending 你就不要說Trending是沒有意義的 我只要幫你澄清 OK 然後再來就是估計量的兩種評估它的準則 第一個是Bias 然後第二種是Varance 好 那我報告在這邊 謝謝大家 我也好 大家好 我是嚴明在 然後我就是要大概講一下 因為我之前就是有修過Modeling的課 所以就是我要講一下就是 就是修過這堂課之後 跟修過這堂課之前的差異 然後就是首先就是老師在這堂課教我們很多軟體 像是Minitab 然後R跟Excel 然後就是 他教我們用這些軟體之後 讓我們可以之後再遇到一些統計的問題之後 就是不會只局限在一種 不會只局限在那種軟體 然後讓我們可以用多種的東西去分析 那每一個都有各個優缺點 然後老師就是教 還教我們就比較他們之間的一統一加應用 像是利用Uniform 08 然後產生各種分配的隨機 然後這些就是老師 就是出給我們的作業 就是透過Excel 然後做一些計算的一些方式 然後來產生這些隨機變數 對然後因為我之前就是 就是有一定有使用過Backstream一段時間 所以就是老師他教我們一些很多工具 就是之前沒有學到 像是這個Experiment 就是他可以就是讓我們一次跑20個 就是不用再更改裡面的Stream 就是讓我們找到不同的結果 然後這個還可以根據我們要的變數 然後把它加到我們的PerformanceMature裡面 然後它裡面還可以直接跑出它的一些圖表跟表格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用的東西 那第二個就是Cumberrandom number 就是它可以幫助我們消解我們變數之間產生的差異 就是讓我們可以看到我們Model不一樣的地方 像M1跟M2就是可以找到我們的Waiting Time的不一樣 然後第三個就是UserCommand 就是這個的話我覺得很好就是 它是讓我們可以一個制定函數 然後我舉這一次就是Homework8的為例子 就是我們要計算1234階的洞差 然後跑出來的結果大概是這樣 那如果有用UserCommand的話 我們就是我們寫出來就是可以很便利的就是大概只有4行 然後就是這樣子下去Debug 或是有問題的時候也比較能夠找出錯誤 對然後如果沒有用UserCommand的話 就是寫起來大概就20行 然後也會變得非常的就是難 難去找到問題在哪裡 對 好那最後的報告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叫盧佑玲 然後今天要報告就是關於這堂課Summer Record 然後首先就是先就是第一堂課學到的關於 我們要如何應用方法去找到我們要估計的第二堂 那根據我以前的以前上以前念書的時候的概念大概就是 我都只知道說反正不管什麼方法 我的目的就只是為了要去找到一個東西來 來找到東西來取代我的Theta來當作我的估計參數 把沒有想像到那麼多 欸原來上完這堂課之後才知道說 原來說每每一種每一種的估計方法都是用來 像是數值數值方法就是用來計算計算是一大 然後不是講錯了 那個Analical的方法是用來計算 然後數值的方法是用來估計 然後模擬的方法是用來 欸反正就是這三個 對對對然後 對就是透過上完這堂課之後 還比較懂說不同的方法說 其實真正在對於 我都要估計的Theta的用途到底是怎麼樣的 對 然後最主要 然後下一個主要要概念就是 CLT的概念 因為之前在學統計方面的課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這麼詳細的介紹說 欸我們CLT大概是什麼樣子 其實基本上我們手學的大概就只有說 欸公司就跟你講說 這個東西在N區運無線塔都會區運常態 其實就只是一個概念而已 其實你實際上還是不太知道說 到底為什麼是這樣 然後透過上完課之後 看到這樣的圖其實就可以很明顯地區分出來 其實這個理論為什麼會長這樣 還有它的存在原因這樣子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學習到最多的就比較像是 雖然說我們上了很多統計的課 學了很多統計方法 那面對相同的題目來說 你要怎麼用你學到的 哪一個統計方法來處理這個問題很重要 像這種方法就是老師上課提到的 改良前他們用的統計方法就是做一個這個 然後去分析它的標準差什麼的 可是這其實看得出來什麼東西 其實也看不太出來 那我們用另外一種我們學到的統計方法 去做出這種圖表 反而我容易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欸我們的東西在根據時間相關之後 它的趨勢是什麼 那我們進而知道這些比較細緻度的趨勢之後 反而對於我們要做 我們的東西進行改良之後 反而會更有效果 對 這是我學到比較重要的東西 那 最後我要講學到最多的就是 Flacing這個程式 因為 Flacing這個程式是我在學 我上了這兩歲之後 才第一次學到這個模擬程式 它真的就是可以很 很蠻平易靜能的 然後可以 可以把你腦袋中你的抽象的概念 然後直接幫你 給你一個 給你一個 平台讓你可以把你抽象概念 付諸於你具體的線詞 那這樣的話 然後它再可以裡面又可以加上一些 簡單的你自己心裡所想的一些預設設定 那這樣的話 對於我們在思考這些東西的時候 會有一個更具體的東西可以 可以讓你去 實際的去運作 說看到這樣子的設計 會造成怎樣的結果 那 那它更好的就是說 它可以做任何你想要做的東西 像任何圖表你想要分析 什麼之間的關係 都可以很輕鬆的用它的圖表就可以做得出來 然後它更進一步的還可以透過幫你重複做一些獨立的實驗 然後也可以提供出一些散布圖 一些統計 分析必要的一些數據 然後可以進一步的增加就是你分析的東西的一個工具這樣子 然後它還有一些 它還有一些國外或table可以幫你儲存一些你需要存的必要的一些資訊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對於一個就是你需要模擬又需要存data的話 我覺得這個軟體涵蓋大多數我需要的東西 我覺得是一個很專實用的軟體這樣 然後更進一步 如果你想要有一些額外比較detail自己想要更新的東西 你也可以透過就是之後後面幾堂課上課學的recomment 然後還有一些function你可以自己輸入 然後配合globaltable 你可以知道說 我想要加的東西我可以一些簡單它基本有的東西我可以用選的就好 那額外一些細緻比較詳細我需要改變的東西 我就可以透過這些東西來做 那這樣的話 所以對於整體來說我在學模擬這個過程中 我就可以更輕鬆輕鬆的建好自己模型 然後也可以很平易進能的做出一些我需要分析所需要的那個程式的一些位置 這些都會很清楚 然後最後得到的一些數據結果啊 分析圖表那些也可以透過 就完全都可以透過一個軟體就可以完整的體驗出來 我覺得這是我上課 我上課都學到最棒的東西 那我的報告就照這邊之前 大家好我是林奇萍 然後這邊我是Sovar Report 然後我分成兩個大方向 就是一個是看課堂名字 System Simulation 那一個是跟Simulation有關 一個是跟Simulation有關的 那五關的部分有就是學習方向的改變跟一些統計觀念的釐清 那Simulation部分就是有FlySim 然後還有FlySim跟我們Lab的專業部分就是隨機最佳化 然後還有其中那個老師叫FlySim我比較有興趣的地方 然後第一個就是 因為前任同學都有講 那我大概講下去就是老師有提讓理論可口好笑的話 那我覺得就老師上課提了很多例子 那我覺得這部分有幫助我理解 然後還有對任何身體保存職業 他就是老師在講解那個現代區間的時候 他發現FlySim語法有無 那代表我們不能太過信任別人的東西 那我們要自己去了解之後才能相信 那第三個就是老師在課堂上才會提出很多小考 還有每個章節前面都會設計的問題 那讓我們對統計的基本概念可以有更多的了解 然後老師上課提了機率的基本概念 然後隨機變數跟中間進行定理 那我覺得老師會以中為時的概念 然後很清楚的帶過各個章節的重點 那然後課堂也會針對容易混搖 混作加強 然後我覺得其中三點是我 就是因為我是考試生 那我覺得我統計概念我本來以為自己很懂 可是老師提出 我覺得這三點是我錯了 所以我覺得我印象很深刻的地方 就是中間進行定的那個極限分配 然後還有那個這個 信任區間是不是包含那個CETA的機率 然後還有A秒E不一定要會用到微積分跟Low 然後另外老師其中有考一個就是母體參數 然後樣本參數跟國際值之間的關係 那我覺得那個讓我對那些參數值有更多的了解 然後Flash Thin 那Flash Thin 因為我之前有修圍網課就是模擬學 那也有用到Flash Thin 那我做了比較 那我覺得老師是用重點在原理跟概念的分用 那像我們這是我們之前的例子 那我例子 他我們只能簡單的操作他的機材數量 那讓我們去跑一些值出來 那我們可以修正他的機材數量 那經過老師的講解之後呢 我可以去看他裡面的code 然後我可以自己做修正 然後我也可以套用到我現在的專業 那我覺得老師 這是老師上課讓我學到最多的地方 然後另外就是Flash Thin跟我們 所以是最佳化之間的關聯性 那我們之前上課 我們的例子 Stochastic的部分通常比較小 他們一定只是一個參數 用一個抽樣分配來去估計他 那會比較離實際問題遠一點 那如果用Flash Thin的話 我們可以建一個model 那用這個model去做 去做Stochastic的部分 那然後最後再用那個 Reset Run的部分 然後去去估計他 然後並做到Optimization的部分 然後最後是那個Combination Number 跟Output Analysis 那Combination Number 老師透過DOE還有Blocking Variables的講解 然後還有秀出有用CRN 跟沒有用CRN 對Simulation影響 然後讓我們很了解說 Blocking Variables在Cimulation裡面 扮演重要的角色 然後另外老師也提供了兩種的方式 一個是程式直接設定 一個是自己設定 那我覺得自己設定的方法 是告訴我們的觀念 那我以後在其他軟體 可以用這個方式來進行CRN的處理 然後Output Analysis 是讓我們就是可以分析 結果是否合理 那老師也從這裡發現了 那個現在區間的問題 然後還可以判斷什麼steady state 那讓我們以後對於一些 我們的Cimulation 可以有更進一步的探索跟了解 好那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 大家好我是陳宇文 今天我要針對 我在這堂課就是學到的一些東西 那首先就是一開始老師有講到說 為什麼就是我們要 就一開始我們要了解說 為什麼我們要修這堂課 那老師就有提到說 我們其實現在用以前學的方法 都是就是解析解 就是用知道的方法 然後去求出一個確定的解 但其實很多問題就是可能很困難 就是要去用這些方法直接去解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模擬的方式 去得到我們就是想要的結果 那他可能不一定是就是非常精確的解 但我們就是可以還是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問題 而且在模擬的過程中可以就是了解到這個結果 得到的一個過程 那第二個是就是一開始我們在選手會想說 為什麼就是細模有需要學到這麼多統計的東西 那我比較印象深刻就是我們這裡也有 期中考也有考到的東西 就是老師要我們分辨這些符號 就是母體的或是樣子 然後平均數跟邊緣數這些等等 那經過老師講解之後 我們會比較知道這些符號的定義 那也知道說他除了就是可以描述資料的分配之外 在模擬的一個方面 我們就是可以把它當作 Performance major去就是使用 那另外我們也學到就是一些統計的分配 因為我們在使用flexing的時候 假設我們要就是設定inter-arrival 才是補充某一個分配 那我們可能使用完體的時候 就只用點點點這樣子就好了 但是我們其實不知道他實際的意思是什麼 那經過老師就是講解之後 我們就會了解這些分配後面的意義 然後我們也可以透過統計去幫助我們進行一些 檢定跟分析 然後像是我們在input analysis就需要用到 就是配置度檢定的二方面 去了解我們的資料是不是符合某個分配 或是像老師上個禮拜說到的 使用回歸然後去了解這個 清新的運動的定律 那就是我們可以知道說透過統計的 檢定跟分析方法 我們可以就是了解到資料要告訴我們的資訊 那最後就是可以從課堂中我們了解到 就是我們分析的效率的重要性 因為老師在課堂中提到的幾個 就是flexing功能 其實就是在協助我們說 除了找到結果之外 就是使用 例如說用user comment去寫一個function 然後讓我們更有效率的去做這個模擬的過程 那另外一個就是比較直接的例子 就是老師的歌詞 就是我們也一樣可以從 就是一本書的某個章節學到一個觀念 但是如果透過老師的就是歌詞去看的話 我們可以從就是快速的去瀏覽 跟複習整個章節的概念 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 好 然後 大家好 我是薇豪亭 然後這是我的summary report 然後我一開始要講的是 就是在這堂課的一開始的基礎部分 我覺得老師先把就是基本的觀念 理清得非常清楚 那就是讓我對這堂課這個 就是有一個很好的開始 那他也利用歌詞然後連結 讓我印象很深刻 就比如說他把三輪車調填進去統計的術語 比如說樣本點時數值隨機編入解連理 對 那你看到樣本點然後對到是時數線上的值 然後接下來第二個他最常提起的就是中央極限定理 也就是CLT 那還沒上課之前我對CLT的定義就是 其實就是很模擬樣可就是 樣本數很大也沒有說很大是多少 那他會趨近常態分配 那經過老師的一開始的小考 然後後來講解我們就會 就會記得很清楚說 他定義是標準化後的樣本平均數的極限分配是標準常態 對 那老師也透過圖表讓我觀念更清楚 那我這個圖表是拿一個錯誤的例子就是 這個圖表是很多教科書上面用的 他們只用X-bar當作的例子 那沒有用標準後的樣本平均數來當例子 那接下來的話 老師在學習中就進行呢 很多的flexing的軟體的試作 對 那老師最厲害的地方 我覺得最佩服的地方是他總是使用最簡單的例子 然後給我們觀念然後一步一步的引導我們 讓我們更加熟悉怎麼操作軟體 怎麼建一個model 怎麼去模擬它 那就我就以我這個例子來說 MM1其實它是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但是從參數設定從一開始 level怎麼建怎麼設到最近的user command 還有一些GUI的都讓我了解 就是modeling很多的這個名角就是一些小細節 對 那還有DOE的部分 那DOE 老師一開始問DOE 所以我們就毫不考慮就說DOE是實驗設計的縮限 那其實我們有時候思想可能就是太局限了 我們需要更多元更多面的去思考一個事物 對 比如說他其實就是他單字就是抹路的意思 對 老師也用歌詞讓我們更印象更深刻 那他舉例的話 老師也都是用最有名然後這個的例子 比如說這個小麻痺症與疫苗的例子 讓我們清楚了解到實驗設計的起源 對 還有他是怎麼去進行 對 那最後的話 我放一張老師上一堂課講的 這個回歸與這個科普的第三定律這個的關係 那我覺得其實很重要的就是我們要think big 就是我們需要 我們不能一直說我們自己做不到 我們應該去想一些比較大例子或比較大事 我們要相信我們可以做得到 那比如說從這樣圖來看 對 那我們從這樣圖來看發現地球很大 那如果我們在這個地球上的話 從別的外面看下來會發現我們其實只是在銀河系中 是一個很小的一點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可以把這個老師的觀念發揚光大 好 謝謝大家 我是陳品傑 然後我先講一下我的修課動機 因為其實我是屏住的 所以這不是我必修 對 所以那個 但是就是那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對系統模擬的印象就是 就是Black Sim 然後所以 因為大學只學了很淺 所以那時候想說就是可以來加深 然後就是再多學一個工具 對 但是修完課之後就發現就是 就是比我當初只是想要再多學一點Black Sim 就是還要學到更多 然後我第一個最印象深刻就是 老師就是一開始就複習很多 機率和統計的問題 對 然後就是寫 就是 因為我會把這個打出來 是因為最印象深刻就是其中考那一題 因為那一題真的就是 你如果懂得就完全了解的話 就是會就很快就會打出來 對 所以我就把這個列出來 因為真的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然後就覺得如果這邊都弄懂的話 應該那些符號啊 就當初搞不清楚了 就是都現在就不會搞混 然後再來是Black Sim的 就是之前大學的時候就有學過M01 但是就是有點不太 搞不清楚到底是哪邊什麼的 對 然後現在就是 大家知道就是M就是馬可福的意思 然後 然後第一個第二個還有這個就是 他的定義就是 因為實際上操作之後就是 就是就更清楚那是什麼意思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 產生QA time 對 然後就是實際設定一些參數 然後還有在哪邊要setlevel 或是table什麼之類的 就是打一些自己的程式 然後接下來這邊是新的 就是大學沒有學過 就是GUI跟紙程式的部分 對 然後這就是 然後reset run跟experimentor的優點和缺點 我印象深刻是因為我之前學的時候 那時候我自己就搞混 就在老師講之前 我就想說為什麼會有兩種 然後就是我自己那時候就是有想過這個問題 然後之後老師就有列出他的優缺點 我就就是有釐清就是為什麼我之前會搞混這兩種 對 然後紙程式的部分就是就是可以可以在別的地方就是先寫好這樣子 我們需要用的時候就把它呼叫出來就好 對 然後再來 這個是也是因為老師有做作業 所以我們就會 對 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老師在大家報告完之後有問說 為什麼我們他要出這個作業 對 就是到底跟我們這門課有什麼關係 然後就是因為come around the number 對 這樣他就就是因為他用到那個 就是我們在做flexing的時候 就是他需要就是固定住那個renew variable 來當他的block variable 然後r就是一個新的軟體 就是以前flexing沒有學 所以大學只學flexing r就是一個新的模擬的 對 然後再來就是老師講了 就是教了一些思考還有學習上的那個 老師講老師教了很多就是這方面的 但是因為我在做這個作業的時候 就是最新想到就是這兩點 所以我就寫了這兩點 就第一個就是因為DOE那個作業 就是我們很常就是 預設一個立場去回答一個問題 對 所以如果可以跳脫我們的框架的話 就可以就是會有很多我們醫療之外的答案 然後第二個就是因為我們現在就是真的太少思考 所以就是就是目前就是我們可能還是需要靠老師問我們問題 或者是小考才會強迫我們就是那麼仔細的 就是去整個思考過一遍 對 但是就是老師就藉由這個方式會讓我們知道 如果我們在很多年就是先這樣思考過的話 就是在學習啊找資料吸收的時候 就是我們就會更仔細的去了解 然後也知道自己的盲點在哪裡 然後這樣子學習就是比較容易就是進入我們長期就記得 就不會學過就忘記 好 然後我幫我到這裡先說謝謝大家 我以第三者的角度坐在下面 第三者從來都沒有來上過這個課 就剛剛坐在這邊聽 那你們都讓我第三者看到說 我相信說你們同學都有學到東西 那同學也用自己的邏輯提出證明說我學到什麼東西 所以不管是從細節晉升到思維晉升到態度 同學都有提出證明 那所以我是第三者我也很想來上這個課 我覺得好像真的是學到很多 我現在回來我是老師 那因為這門課是因為錄影的關係 基本上是我們花比較多成本 你看有三個很棒的這個同學還有同仁 還有三台錄影機 這以成本的概念來說這門課是不是應該要 benefit更多的更多的人 所以呢如果我的我講的課題要講到點 要講到深度夠的話 是不是我會犧牲到我的廣度 但是我希望又深度夠又廣度夠 所以廣度的部分如果是細節 我就把你自己沒有辦法看懂的地方在課堂上講了 然後很多的細節是說你一步一步要操作 如果帶著你操作要花十幾分鐘二十分鐘 我就寫了一個很完整的講義 請你們回去按照講義一步一步的做 因為那個是你可以自學的 所以我的廣度為什麼會可以保持 因為我做了很完整的講義 所以每一次你們都有把講義帶回去 有一個同學景文特別還說 這些講義是沒有期限的確實 但有的同學說有些講義 你在課堂上沒有一個一個講 如果我一個一個講我犧牲的是什麼 深度還有很多東西是你沒有辦法自學的 可是你現在犧牲是你回去可以自學 一點都沒有犧牲因為你可以自學 所以你並沒有少學會 只是你的時間點不是在課堂立刻學會 所以到了你回去自學以後 其實你的廣度深度都維持住了 ok好那這學期呢禮拜三 我覺得是我這學期最幸福的時光之一 為什麼 因為我非常專心 專心其實就是會產生幸福的感覺 那我在這邊謝謝各位 跟老師一起配合 帶給老師這麼多幸福愉快的時光 那接著老師去開戲會議 同學還是繼續報告 但是會錄起來 好那老師就先離開 那謝謝各位 再次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